黄汉冲想了一想 一拍大腿 说道 父亲 他吃炼宗想借机大发横财 我们便成全他 而算过 我们便卖了上品零精 能够换到二十亿 加在一起 就是一百五十亿的中品零精 如果能把价格降低到三百五十块一枚 一百四十亿 足够买下吃炼宗所有的武灵破明珠 都买下来 黄雀灵文言 皱眉道 用得了这么多吗 黄汉冲笑道 父亲有所不知 我们买光了他们的武灵破明珠 马上派人进去修炼 等到所有人知道了 静虚空间的下落 我们再拿出来便卖 到时候 我们卖七百八百甚至一千 制炼宗的炼器速度再快 也只有软臣一个人 到时候 我们等同于垄断了武灵破明珠的方式 四千万枚武灵破明珠 最差也能把损失都赚回来 要是静虚空间足够诱人的话 还能狠赚一笔 可是一百四十亿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是皇家积蓄了很多年才有的财富 要是都划出去的话 门内弟子的修炼也无法保证 王雀灵担心道 黄汉冲急功尽力道 父亲 此事不会拖太长的时间 多则一年 少则半年就会见成效 这一百四十亿很快就能赚回来 到时候 就算不能给皇家带来更多的利润 最起码 我们皇家弟子修炼所用的武灵破明珠 都不用花费零精 何乐而不为呢 众人听着纷纷点头 不得不说 黄汉冲分析的头头是道 可他们就是不知道 赤炼宗不仅仅只有四千万的武灵破明珠 哦 好吧 黄雀灵终于答应了下来 不过还是提醒道 先问问对方是否同意这个价格 因为一定要保证 赤炼宗只有这么多 否则到时候赤炼宗降低价格 我们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失 黄青松赶紧忙活了起来 众人一个个交迫不已的盯着这位当今的皇家组长 半晌过后 黄青松突然惊喜道 骑兵发足 烧发足 丁胖子跟对方已经达成了协议 三百五十块中品灵精一枚成交 而丁胖子也跟阮臣去了他们的宝库 的确只有那么多 宝库 周云多了一个心眼 问道 几个宝库 黄青松恶然道 四个 哦 那就对了 周云松了口气 说 赤炼宗装载宝物的宝库只有四个 除此之外 就是藏兵室 那里是放法宝的地方 应该不会储存武灵破明珠 有了周云的证明 黄雀灵终于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一百四十亿中品灵精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旦出现问题 对整个皇家 那是毁天灭地的打击 既然没有任何问题 黄雀灵也认同了黄汉冲的办法 事不宜迟 皇家命人伪装身份 带着大量的乾坤代法宝 非洲等等 能够装载大量武灵破明珠的宝物 奔赴赤炼宗 与此同时 乘坐着金光非洲 于狱外星空 赶往远在千里之外的通天阁的 陆辰和左青汉 也收到了庄文元的喜讯 打开传讯玉牌一看 陆辰不相信地揉了揉眼睛 啊 庄文元这小子 真不是盖的 三百五十块一枚武灵破明珠 居然卖出去了 还卖出去四千万 皇家疯了不成 左青汉 微张着小嘴 心里默算着数额 片刻后惊呼的 一百四十亿呀 皇家真有钱 是啊 皇家真有钱 陆辰黑黑一笑 变大头 左青汉旋即 咯咯笑了起来 陆辰抿着嘴 思考着皇家的用意 左思右想 也逃不过借机发横财的 弹腾想法 也就不再理会 庄文元开出四千万武灵破明珠的数量 保留了大部分 恐怕想让皇家再吃一个大亏了 想想就可怕 到时 静虚空间的位置一旦泄露出去 肯定会引起众仙玉修士 对武灵破明珠的疯抢 皇家打算加价 收回成本 而前玉门一定会借机再赚一笔 到时候 别说两百三百一枚都卖得出去 除非皇家打算拼个两败俱伤 赔本卖武灵破明珠 不然的话 这个哑巴亏 他们是吃定了 不过 赔本 皇家赔得起吗 整整四千万 前玉门收罗了大量的便宜的材料 经过了百年的时间 没日没夜炼制出来的 而皇家则是用大把的零金高价买回来的 跟前玉门斗 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嘛 眼神中不经意的流露出讥讽的意味 看得左倾汉也跟着乐了起来 一对爱女坐在非洲上笑声变大 让卓仓宏等人着实摸不着头脑 又过了两日 一颗地级星出现在浩瀚的星空中 卓仓宏从非洲站起 但笑道 哈哈哈哈 小友 通天阁道了 陆臣从未见过如此宏伟的景象 就在非洲上 近达咫尺的修真星 居然是被一座宝塔从下至上 由中心穿透而成 上方是森然的塔顶 尖尖的塔端 四项为和万项丛生 下方塔身 是将修真星球整体贯穿 一直蔓延至摇摇星河之下 远拨万万里望不到尽头 深深锁云之物 仗云弥漫 犹如一条蜿蜒粗壮的黑色云龙 将塔身环绕而起 延伸到远处 越过了无数星宿 直达星空远端 斯塔正是方军塔最顶端的位置 这是 陆臣指着那高大的红聚的塔身 眼中充满着难以置信之色 卓仓虹淡然笑道 卓仓虹指了指红黑没有半丝杂色 散发着浑然厚重气息的巨大塔身道 方军塔连接两大星球 一个是一二层所在的玄级星 另一个就是现在看到的地级星 而这里才是方军塔的要地所在 也是通天阁的盘踞之地 经浊仓虹提醒 陆臣方才想起敬老曾经说过 方军塔本身等同修真星 等同于秘境 三层乃是一体 玄机星有一二层 而地级星才是第三层 要不是陆臣亲眼所见 还真难以想象 方军塔竟然是如此的庞然大物 把修真的都连在了一起 非洲进行中 云雾蜕壁 扯开一条通往地级星的雾云通道 穿过云团 陆臣方才看到一所悬浮宫殿 出现在方军塔的东侧 高大的楼宇只有一座 灰红而又精致 塔顶圣兽踏云凶秦赤 栩栩如生 殿门前 高大匾额与苍尽之力 书写大字有三 正是通天阁 在观阁外 一条狭长的浮空阶梯 足有百阶 延伸到地面 接壤着那喧闹的方式 森严的宝塔三层大门 陆臣清晰的看见 在这里修炼的修士 人数比玄机星的人数 少了十余倍 零零落落的只有千余人 在门口徘徊 而大多数人都低头苦思 陈宁望塔坐地修炼 交头结尔的身手 论到修为 出现在此地者 实力最低合体后期 多数为杜节器高手 陆臣并不感觉到奇怪 能够到千倍重力的地带来修行 哪个没有过人的本领 方军塔三层的危险 是二层的百倍 每走进一个地带 重力都以百倍的层次提升 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重力直接压成肉饼 再也出不去 谁还有功夫聊天吹牛浪费时间 飞进地极星的范围 众人从非洲上跳下 欲见驾云站至一处 这里离着通天阁不远 方军塔和阁外的修士 都能看到陆臣等人的存在 陆臣成为仙将不久 消息远远没有快到 传到方军塔三层外那么快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陆臣是谁 但每个人都认得 卓仓宏这位常年住在通天阁的副阁主 看到卓仓宏身边站着两个正面孔 穿的又不是通天阁修士独有的服饰 不少修士缓缓地抬起头 用着疑惑的目光打亮着云上一对道旅 那两个人是谁 怎么看上去着附阁主 好像很恭敬的样子 是不是哪个大宗新出现的高手 不然怎么会这么年轻 也许吧 最近众仙遇出了不少高手 像皇家的皇汉宗 佛门的三念都是大成其高手 还有那不可一世的杀神陆臣 都有不弱大成初期的实力 但是这三个人好像都在唤臣星域吧 再说 他们不应该跟通天阁有瓜葛呀 哇 那个魔族的女子好美呀 相比陆臣的普通 左倾汉的绝世姿容在短暂的议论之后 立马成为了通天阁四面八方修士眼中的焦点 黑色的紧身净装配以黑云大场 不仅体现了左倾汉玲珑风鱼的身段 更展现出英姿飒爽的一面 精致的脸庞 粉嫩的脸蛋 珠宝的红唇 威耸的翘鼻 灵透的大眼 弯弯的月眉 无不把左倾汉清成清国体现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刚丰复过秀发 掀起阵阵女子特有的体香 更是让人一阵意乱情迷 哎呀 也不知道那女子有没有道理呀 一个发痴的大汉瞅着左倾汉 口水直流 他旁边的朋友翻着白眼 不屑道 哼 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你没看人家站在谁身边吗 啊 卓富阁主 人家身份能低吗 那那又怎么样 大汉不服道 万一人家看上我呢 就就就凭你 我不是打击你啊 就算人家有意思 也是对我这种人 绝不会对你有意思的 某个修士挺了挺胸膛 露出逼人的英气 如此类人不在少说 而已经察觉到下方不怀好意 情浓一浓的目光 左倾汉的小脸 便免不了一阵飞红 听着那声音传来 连露晨都不尽苦笑 都说红颜祸水 看来做不得假呀 离这么远都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哎 没点本事 还真保护不了自己的这个爱侣 露晨蕴带笑意的看了左倾汉一眼 目光中带着深深的爱意与自豪 有其如此 羡煞旁人啊 似乎读懂了露晨眼中的寓意 左倾汉翘脸一红 下意识的朝着露晨身边 靠了一靠 于无数诧异的目光下 轻轻的挽住了露晨的胳膊 这一下 方军塔外不再平静了 各种剑拔弩张的气势随之升起 下方所有瞻仰女神般的目光 纷纷画成愤怒的利剑 朝着露晨狠狠射来 妈的 那黑小子是谁 竟然得美女的轻目 是啊 长成这个样子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放过我 我要跟她决斗 场面开始骚乱了起来 然而这般火爆的场面 还没来得及升级 突然远在牵接白玉旋梯上方的通天阁里 出现一道清晰可见的法力波纹 与此同时 声声中鸣缓缓荡开 将所有人的怒火瞬息间压制下去 取而代之的 便是无比的惊恶的表情 露晨站在乌煞云上 扶手而立 旁边站成美艳不可方物的爱吕 左青汉 晚必含笑 妩媚众生 却听那中银传来 两人神色方才一争 只见通天阁大门 亮起一道白光 店门发出低沉弱瘦的滴滴轰鸣 缓慢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行舞蹈人影 为首一人 乃是老者一位 白发虚然 道骨先锋 身上一件青绿相间的周延洞虚袍 腰束箱子玉绒带 脚穿斗星拂云旅 左手袖口 袖有一只清脆玉瓶 右手拖着一件凝蔽露霜的白玉宝瓶 自殿门出现 老者轻松腾身 足底涌现细烟绿雾 将老者身形拖稳 其后四人簇拥老者飞起 五人一同朝着陆臣飞来 更有洪亮老麦名音 响遍方君塔 终于等到小友了 难过有事远迎 还望无怪啊 老者踏云而来 片刻间到了陆臣面前 错愕的望着那张 似曾相识了数载岁月的苍老面旁 陆臣心中涌起了滔天的巨浪 这个人太熟悉了 不正是在静虚空间外 跟自己一起发现 静虚空间秘密的老人吗 他居然是通天阁主 南国阁荣 陆臣吃惊的说不出话来 而站在老人身后的几大杜节期高手 同时抱起了双拳 恭敬的对陆臣施了一礼 一口同声 参见仙江大人 方君塔四周的那些修炼的修士 看到这一幕 无不惊骇莫名 通天阁主是什么身份 那可是当世第一高手 众仙玉数一数二的大成后期高手 真正的帝仙 那黑小子 竟然能够让这样的人物 亲自出来迎接 他到底是什么人 正自猜疑着 一听到通天阁四大高手 同时呼出声来 在场修士 再度惊呼出声 先讲 这小子是仙讲 仙讲不是绿斗吗 刚疑问出声 却听陆臣苦笑一声 恭神失礼道 陆臣见过前辈 前辈害得晚辈好苦啊 陆臣用意明显 隐晦指出南国阁荣 故意隐瞒身份 可随后一想 自己与南国阁荣相识 何尝不是没有道出真正的身份 自己和南国阁荣 半斤对八两而已 陆臣骂了自己一声笨 其实当初猜到南国阁荣 实力不凡的时候 就应该从他身上的宝瓶 猜出是双颈御心瓶 看来还是自己不是了